下课休息一下 不是就回家了 我也很想回家了 那这里的话 这个地方韩式库部分 我想这个用法还蛮多 因为很多各位可以在 参考一下人家的程式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尤其像Google上面 它很多 其实Source都是写在韩式库里面 那它的档案都是.js 你也可以把它找到路径之后 可以把它download下来 其实韩式库基本上都是open source 都是可以找得到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 它是怎么做的 首先的话第一个 这个可以把它存在一个.js 的一个档案 所以你副档名要把它改成.js 然后它的Source部分指向它 然后再来的话 我们使用它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找到里面的韩式的名称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ample 第一个就是说我可以在这个地方 我先建立一个 开一个档案 一个档案之后的话 你把它印存新档的时候 再更改它的副档名.js 那里面的话 等于是把Function写在这里 那使用的方式的话 就是在这个里面 我们直接要引用它 我在head 我这个地方在title的下方 下方的部分的话 这边有一个source script source 等于这个路径 然后把它结束掉 也就是引用它的意思 那有点像是我们 java里面的import 把这个地方import进来 把卡尔斯的import进来 那这个不过呢 这个是一个.js的韩式库 那韩式库里面呢 我引用之后的话 我要执行特别注意 也要再用script开头 script结束把它包起来 那里面如果说有 gripting这个函数的话 它就会被执行 所以这边我把它执行起来 各位看一下 那执行之后的话 一样它会去找到这个档案 什么存在 如果存在的话 里面也规不定的话 那也是一样 可以把它执行起来 所以呢 等一下各位可以 试试看 当然除了说呢 这个function以外 你也可以把 刚刚前面所写过的方案 通通都把它放在这里面来 试试看 看看能不能存取得到 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种写法的话呢 就方便就是将来 如果你有一些需要重复使用的 这些function的话 那就可以独立出一个.js的档案 Ruben 回去吧 台湾 你